也是地震啦 南投的仁爱强 两个半月发生了两次规模6以上的强震 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再发生更大的地震呢 街上局长辛在琴昨天很肯定的说 那个地区的地震规模不会越来越大 不过中央大学的这个教授马伯凤 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他很担心未来的3到6个月 可能在这里还会有规模6以上的强震发生